我发现新手朋友在一道这种双车位的侧防位停车的时候总是停不好 比单车位还难停 老司机一道这样的车位哈一把就能把车停好 那么今天车子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技巧 新手掌握以后也能做到像老司机一样一把方向满轻松把车停好 那么第一种技巧我们把车辆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只要我们的车身和旁边的车辆大以四舍不刮车到旁边车辆就可以 开到我们的座子和旁边车辆的车头对齐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往右打满方向盘 我们的这个车身是不会刮身到旁边车辆的 同时我们盯着我们的A柱夹角 当我们的A柱夹角和咱们的这个车的这个停车位 当我们的A柱夹角和咱们的这个停车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往左打方向盘 这个时候我们是慢慢的打 不要着急打死 是做到随走之大 对不对 当我们的右侧方向盘的这个安全点和道路重合的时候 我们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当我们的车身和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的车也就停好了 那么第二种方法也是把我们的车辆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只要不刮身到旁边的这个车辆就可以 一直开到什么位置 也是我们的坐姿对出去能看到旁边车辆的车头 对起以后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 然后我们盯着我们的左侧车头脚就可以 只要我们的车头脚进了我们的这个车位线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左打死方向盘往前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盯着我们的左侧后视镜一直往前开 当我们能看到后方车辆完整车头的时候 我们回阵方向盘往后退 当我们的后车轮能看到后车轮进了车位线以后 我们往左打满方向盘 当我们的车身和车位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回阵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车辆也就停好了 这两个技巧你觉得哪个简单 我们就可以用哪个 以后你再来递到这样的商车位 就相信我你也能一把轻轮中入锅